外界越来越发现中国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的权贵大家族手中 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任何其他经济体都要大 那么中国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利和影响力来聚敛财富呢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11号英国金融时报用整版的版面分析评论中国的权贵阶层 如何利用政治力量和影响力聚敛财富 文章说中国一两百家政治权贵垄断着中国绝大部分财富 控制着全中国经济的命脉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同时太子党和新权贵阶层财富的增长 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运转方式是为了使极少数的政治权贵人士受益 政治经济评论家陈志飞表示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模式 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运作是由权贵来操控 陈志飞指出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已精密不可分 中共的高层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 攫取最大利益 这个现象从太子党从事各种各样的企业可以看出 据资料显示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上台之后 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衡 1999年后入住多家国有企业后 江泽民就公开鼓吹国企改革和发展 然后江泽民家族就利用国企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 国际清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的 无人认账的20多亿外流美金 据传是江泽民16大前为自己准备后路 而转移到海外去的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表示 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 经济搞活 实际上已经把全中国60%以上的财富 都垄断在共产党权贵们的手中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后 薄熙来案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共官员惊人贪腐的一面 2007年薄熙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年又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之后 重庆的公安 司法 检察院等全部集权于他一身 当他要动用这些力量的时候 完全可以超越法律之上 因此薄熙来的妻子也自然分享了丈夫的政治权利 日本朝日新闻最近报道说 谷开来承认 从90年代前妻开始到被捕之前 他利用薄熙来的地位 收受有关企业的现金 并转移了60亿美元到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账户里 谢田指出 大部分西方正常国家都有法律制度制衡官员权利 而且由国会和议会来决定官员的薪水 官员腐败的话 有舆论的独立监督 但在中国这些都不具备 因此外界评论说 中共高层官员的私生活 资产 经商情况 以及亲属情况 都被认为是国家机密 国家媒体也利用各种手段 阻碍外界获得任何有关信息 不过评论说 今天是网络时代 中国富人的财富再也无法隐藏了